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4卡池大反转 流营售后延期 2.5击破对奶妈 ISP停于来了 2.3-2.6卡池规划 流营成本本答案 复刻新安排 火丰饶仙舟空降 六月大事件汇总 2.3前瞻公布 300对换码 10连抽来了 2.3新角色V4技能改变曝光 流营强度大坎 刚需专五 众所周知 辛雄铁道2.3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武星角色流营 翡翠也即将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的辛雄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流营 翡翠V4技能的改动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3流营 V4技能改动的相关情况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画 简单来说就是 在V4的改动中 流营的回血能力小砍 但是无伤大雅 不够攻击转击破也被砍了 击破特攻被削弱了不少 这么来看的话 流营的专五也更专了 专五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据说 后续还会有V5 应该还是有改动的可能性的 然后就是2.3下半 卡什翡翠V4技能改动的情况了 根据舅舅们目前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V4目前改动的只有流营 翡翠暂时没有变动 同样的 对于翡翠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V5的相关情况了 总的来说 2.3流营 翡翠的V4改动中 流营算是被大砍了一下 对于专五的需求也比较原来大 攻击转击破效率被降低 大招的一伤从全队吃便限制担任吃 行迹直接大销 这下专五不得不抽了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 众所周知 新穷铁刀2.3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 流营翡翠也即将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除了流营翡翠 两位新角色的登场外 新铁六月大事件也注意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下图是六月大事件的相关安排 首先就是6.1日月初商店的刷新了 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在商店 去兑换五张专票和五张通票 也是每个月必换的奖励了 六 四日则是2.4卡池两位新 五星角色立会公布的时间 也就是说之前舅舅们爆料的娇丘 罗斯姑母的新形象也终于要来了 而在6月7日是2.3版本前瞻直播的到来 届时不仅会有流营 翡翠这两位新五星角色的相关消息 还会有300新穷奖励的兑换码发放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在后续的6月10日日 是模拟宇宙混沌回忆的刷新 不仅如此 在后续的6月19日日 各位小伙伴们期待已久的2.3版本也会开启 到时候也会有千到十年的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准备了这么久 估计各位小伙伴们早就等不及了吧 总的来说六月大事件就是这些了 喜欢流营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提前准备了哈 新穷铁到后续卡池 一直让很多玩家是做核心焦点 卡池的消息尤为重视 平民玩家应该如何抽取 非常值得讨论 首先就是流营这一人气角色 可以说就是版本答案了 强度上直接超越了往期大部分主C角色 一些怪物后期直接临时改动 也是让玩家想起 那当初黄泉要上线时候 直接给怪物弱点改动 现在想要玩的爽 那就得悠闲考虑一下流营的抽取 毕竟这一角色的热度太大了 然后就是复刻角色的安排 软梅作为流营的售后队友 这一角色没有的玩家可以考虑抽一个 加上软梅在很多副本中极为出色的表现 使得软梅成为软太后的称呼 霍霍延期暂定2.4版本 对于想玩法多样化的玩家而言 霍霍必不可少 剧情中的霍霍直接让每一位玩家感到怜悯 主要霍霍太可爱了 2.5卡池中按照之前复刻顺序应该出现花火了 1.0登场的希儿在1.4版本中复刻 花火的安排也合情合理 看样子大佬推测的2.6黄泉 复刻的消息也有点真实了 加上大佬们的推测 仙舟版本中将会出现很多卫星角色 一直期待已久的火丰饶再一次出现在玩家眼前 不过版本跨度太大 还是要多等等先当图一乐看待 当初凤凰这一名词被曝光时候 就直接联想到崩坏三中的浮华 只能说崩坏宇宙是互通的 人气角色过来客串下概率挺大的 还是希望后续版本多一些辅助角色 能缓解一下星虫压力 很多开拓者表示有太多角色想抽 但卡池角色安排都太香了很难抉择 众所周知星虫铁刀2.3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流银翡翠也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除了2.3卡池即将登场的流银翡翠外 2.4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又又发生了改动 从早期提到的焦丘罗斯姑母到后来的焦丘云黎 现在的话则是2.4上半使云黎登场 下半则是天机将军飞消的模式焦丘 不得不说反转还是比较多的 只是流银的售后队友又延期了 而在后续的2.5版本中据说也会新增击破盾奶 至于什么名字目前并不清楚这么来看的话 原本的低成本配队也可以升级了 加拉赫的上位也终于来了到时候可以直接替缓 之前提到的罗斯姑母据说 定位以及登场时间都不对 想要登场估计起码是大后期的事情了 不仅如此除了之前舅舅们 提到的2.4会有三月骑新命图外 后续的2.7也会有停云SP如果消息保真的话 那停云倒是打赢复活赛了值得一提的是 2.4上半卡池的云黎是物理毁灭角色 真就是大克拉拉的飞消则大概率在2.5卡池登场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 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